中秋節快到了 駐美大使館 送月餅給大家 這好像以前古時候的故事 月餅裡面要藏指令 要想辦法 要幹嘛 奇異 可是他送月餅上面是放什麼 台灣問題 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 白皮書 中英文 並成 然後告訴大家他們的主張 這顯然是在趁著中秋送禮的時候 也在做整個國際大外宣 這是現在這個狀況 台灣跟美國關係不是非常好 不是蔡總統說 美國是我們史上現在 關係最好的一刻 為什麼才五天的時間 本來我們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是要到美國去訪問的 還要做專題演講的 突然間生變了 為什麼 大家在問 他才剛剛宣布完 但現在的理由當然是說 沒有 因為國內公務行程順延 好 那大家問說 你可能沒辦法飛去 有長途旅行的問題 是不是會視訊 會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他也沒有說 目前好像沒有這樣的規劃 等到時間可以 真的可以的時候 我再通知大家 大家不會覺得有貓膩嗎 台灣美關係這麼好的時候 陸委會主委去 不是正好可以增加更多的共識跟交流 那當中是有任何的覺得 他去反而會影響 美中關係更嚴峻 或者是有更奇怪的這個原因 讓他不能去 大家都有很多疑問 那包括台灣 如果像曹欣誠講的 穿著防彈背心 叫大家來打來殺了 不惜死在台灣 就是要來引戰 那戰爭誰去打這個仗 誰去上戰場 來看看遠見最新的一個調查 調查的結果 台灣如果恢復徵兵制的救治 接不接受呢 有高達6乘2的民眾是贊成的 只有2乘1不贊成 那但是重點來了 是不是願意上戰場 不管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 你願不願意讓他去上戰場打仗 結果完全不願意的高達5乘3 不太願意的12 還有其他人 其實如果直接單純問這些年輕朋友 可能就是要符合上戰場定義的這些人 問他們自己願不願意上戰場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比例會更高是不願意的 大家真的想要打仗嗎 真的想變成像烏克蘭一樣森林塗炭嗎 我來看看其他人呢 我們大家好像感覺是硬要衝啊 硬要打啊 那個終於我們在蔡總統的一身領下 哇強力的反制 打下了第一架無人機被打落了 羅斯正民黨立委們就很歡呼 好像很振奮說 該擊落就擊落 沒有灰色的地帶 當然朱鳳蓮國台辦發言人 立刻很強硬的講啊 民進黨當局企圖借機炒作製造緊張氣氛 荒誕可笑 無論如何是民間的無人機 被打下來它的意義當然跟軍事 形勾當然有不同的程度 但是蘇貞昌他們拿來講的是說 這是一再忍耐 一再警告之後最適當的做法 甚至還說有反制無人機干擾啊 有一批部隊人敲敲進去了 這些人是誰 軍方秘密調派了 飛管部隊進駐離島 因為他可以用無人機干擾槍 這個方法來做干擾 不過大家也說內行就知道看門道了 其實包括空軍憲兵跟陸軍都有啦 這個所謂支援反制的部隊 有干擾的槍的這樣子的組織編制 也才幾十個人而已 看楊明怎麼看啊 從這個曹欣誠一副 不惜把兩岸乾脆一戰 從過去講和平喔 兩岸應該要謙虛的面對這個問題 應該要以和平為最重要的依歸 到現在不惜一戰 我死在台灣 決定要這樣死在台灣 但大家要跟他一起死嗎 我覺得曹董算是一個先知 他昨天穿著這個防彈衣開記者會 那晚上桃園就槍擊案了 就是這個我覺得 也許他是在提醒我們 這個現在槍擊很嚴重 出門要這個都要穿防彈衣 不要忘記我們新任警政署長 上任已經發生好幾起的這種槍擊案 而且幾乎都是屬於這種尋仇式的 像南投的 高雄的 那個是衝進急診室直接槍殺 像昨天桃園這個也是一樣 直接對著頭兩個被爆頭 所以我覺得曹董某種程度 我們要佩服他 提醒大家我們要穿著防彈衣 因為現在國內 如果你他訓練出來的神射手 可能是要拿來對付這些殺手的 先保命 另外一個我補充一下 剛剛講到這個上面 曹新城 陳水扁 中間有個謝志偉 他們在2007年這三個人剛好 謝志偉是當時的行政院發言人 新聞局長 你知道當時因為張忠謀跟曹新城 都不斷地批評這個扁政府說你們什麼鎖國 曹新城就是看這個廣告 當時你知道因為阿扁也跟曹新城對嗆 謝志偉在搬槍去嗆 曹新城跟張忠謀說你們對政府指三道士 這個讓人非常痛心 當初他講的一副這個正義凜然 痛斥這個曹新城的說法說 你們這些人到美國被栽培回來 然後你們的國際經驗 不是只有中國大陸 你們居然這時候把所有的罪過 都歸在我們民進黨政府 當初謝志偉不是這樣 你沒有 你當時大家都換了一個人 對 我突然覺得整個時空背景 整個轉換 所有人的腦袋都換了一輪 真的 太神奇了 這個是說我覺得人就是說 我們這些歷史上 我們都找得到資料 反手過 必留下人機 對 所以我覺得人的講話 還是態度一致比較好 當然我們講到這個 所謂無人機這個案子 無人機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能擊落 民用的盡量打 其實你從對岸的反應 就是說這是民用的 我根本沒差 可是我們等了多久 我們等昨天九月一號這一槍 等了快一個月 你看整個 其實我說 如果今天對岸用一個無人機 就能干擾我們的民進士氣 還得要等到蔡總統一聲令下 要強制 要用強力的方式 反制 我會覺得我們的軍方的高層 是不是完全沒有判斷能力 如果今天昨天那一槍 提早個兩個禮拜 我們就先來了 我們把它打下來 那個丟石頭的畫面 變成是用槍直接擊落 那不一樣 整個明星士氣真的不一樣 當然我覺得關鍵還是 我們既然有能力用干擾槍 我們有 有這些編制 你國防部的高層怎麼都不用 好 那最後我要講 你說像邱泰山 為什麼不能去美國 美國的國會對台灣非常好 因為我們有求必應 對不對 又有飛機 又有什麼的 還有 接下來還有民主晶片 好 那所以這個美國的國會 對我們有求必應 我們有求必應 然後可是他們的美國政府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在踩刹車 是在做這個所謂的刹車皮 現在他們認為對中國的這個關係 因為會影響到接下來 他們所謂的G20 就是說他們這個國際高峰會的 這個會面 所謂的拜席會 是不是有可能成行 所以這段時間我認為 邱泰山根本去都去不了 對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要分清楚 美國國會跟我們的關係 史上最好 但是美國官方 他們是會看情況的 對國家利益最大是什麼 因為蔡總統這時候 又跳出來說 我會保障我們人民的安全 當北洛西來的時候 怎麼沒有聽到他這樣講 因為他突然現在又開始說 我們會定位權利的保障 我們台灣人民的安全 但是其實不只這個無人機 是民間的 現在頭頂要多了一個新威脅 這個報導內容是什麼 是告訴大家說 大陸又發展出新的自殺無人機 所謂的FH901 這個巡飛風群系統 15公里的範圍真的運行 電量就可以維持60分鐘以上 瓦時速100公里 誤差值小於2公尺 所以他飛飛飛 這個無人機是直接 當然如果是拿來軍事利用的話 他可以直接炸彈攻擊 是自殺無人機 那狀況可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個在現階段 它不會發生 因為我不認為老共會去打外島 用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在什麼時候用 像烏克蘭戰爭那種 巷戰的時候就很好用 因為他可以在密集的 在用像風情一樣 在巷道 在什麼地方出現 然後專門打敵人的吉普車 或移動工具這些東西 甚至一些有帶的 比如說刺針飛彈這些士兵 我就直接這樣K下去 那他成本低效益很高 可是在如果台海之間發生戰爭 至少初期是不會發生 因為他飛行距離太短 他超空距離這15公里之內 你台海最窄的地方 也快100公里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在台海之間用的 那個在陸地戰爭上面是用的 可是問題是 中國大陸起始這個無人機 中國大陸從高空偵察機 然後到一般的那種 長距離的巡航的機 然後甚至可以投射一些巡弋飛彈 甚至一些那種短程的這種 或是中程的這些飛彈的這些 這些無人機 他各種類型其實他都有在發展 而且很多都已經開始成熟了 所以未來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他的雙尾鞋 最近已經在台灣東部出現了 以後他不斷的在我們的空域附近 大概就會用這些無人機 不斷的巡航 然後就讓你疲於奔命 變成他無人機本身成本很低 然後風險也比較小 然後你必須被迫要不斷的花 很大的資源去不斷的去監控它 所以這個長期下來 這個消耗戰 我們可能會承受不住了 軍方必須要去止於思考 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光是每天5到25架飛機 定期每天都來中線走一走 其實對於台灣 我們所有國防部的朋友 的軍官兵們來講 都是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要按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 再見囉